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2020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的对局讲解 我是刘军 演播时请来了蒋川特级大师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带给您的是郑维彤对郭凤达的对局 郑维彤代表哪个队 郑维彤现在代表的是广东碧桂园 广东碧桂园是象家的八冠王 然后郑维彤这么优秀的棋手去了广东 他应该现在是广东队的主力得分手吧 对 是的 郭凤达应该也是杭州环境培养的一名新星 对 杭州出了好多新人 对 是的 那我们来看对局然后再跟聊 是 兵器敬意 这个作为郑维彤特大肯定想先手有所斩获 所以走先人指路灵活多变 对 其实他们两位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 这个曾经有一年个人赛上 就是初出茅庐的小将郭凤达 在淘汰赛上把郑维彤给淘汰了 黑方马八进七 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 对 郑维彤这两年也是风头正进 对 在这个局面下呢 应该说红方也有很多选择 郑维彤选择了自己比较喜欢的马二进一 调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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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方郭凤达向三进五 飞向 这比较正常的开局 摄像期比较正常的开局 这个局面呢 其实我自己啊 跟郭凤达也下过 我也是走红方跟郭凤达下过 当时我好像是下的泡二瓶三 泡二瓶三 这个他是 对 其实对于奇迷朋友来说啊 就这种棋 试像棋 就我个人而言啊 我觉得下什么都不太过分 对吧 你说先飞下 先平泡 平在哪啊 我觉得不是在开局的较量 只要您正常出紫 是 符合道理就OK了 对 对 是这样 所以高手们选择稍微细致点 但对于我们奇迷来说 可能就不用特别细 不纠结在这 我们纠结在中局的动作 好的 好嘞 红方呢是选择了泡二瓶四 泡二瓶四 视角炮 他是想把七进八封鞠打 对 对吧 这个都能看得出来 马七进八封鞠 他可能泡八进三 泡八进三打 反正是个打 要马七进八 他泡八进三 这样封不住了 那马八进九就出鞠了 对的 所以他现在不能封 不能封 鞠九进一 鞠九进一涨 他进鞠 鞠一瓶二出 鞠一瓶二 黑方泡八瓶九 这都是一北一眼的正常出子 对 是 鞠方 在这个局面下 黑 鞠方是走了泡八瓶九 准备亮鞠 亮鞠郭凤达是下了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的意图 就是想拱了鞠九瓶三调动 这是一个开局 摄像棋里面很常见的手段 对 是这样的 但是蒋大师我一直不明白 我替秦鹏问个问题 这个 如果先过局是吧 不是 过局的队兵 和马尔基斯 居一瓶三的队兵 这两个哪个效率更高一点呢 那应该说 如果能走到马尔金斯 在居一瓶三更高 是吧 因为他两个居都活了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气息走不成 对 但是走不成 他能走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对 红方吃掉 红方如果走居九瓶八 黑方就能马尔金斯了 马尔金斯 这样你再拱他居一瓶三就出来了 就用居一瓶三了 好 对 这样他直接拱了 直接拱了 拱了就逼他必须要过局了 对 看上去必须要过局了 这里面还是有点小技巧 对 对 是 这个时候他要马尔金斯 红方过会儿 兵可能就保住了 对 你就在吃掉的时候就慢了 是吧 这样他只有居九瓶三 居九瓶三 然后他 他是走了居九瓶八 居九瓶八出居 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一个 对黑方来说是一个考验了 黑方到底应该 不应该跟他换这个炮 对 就是 其实我们说 黑方不应该换 应该走马七瓶六 马七瓶六 先把他带上 我认为在布局阶段 炮比马要好 对 虽然炮跟马 在相机当中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字 但布局阶段 布局将马比较面一点 因为马慢 炮快 对 马容易受袭击 对 所以换了就换了 那我们这半期正好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不能换的原因 不能换 居三进三 这半期是居三进三 吃掉 那么红方居八进七 吃炮 黑方居三进三 吃马 居三进三 吃马 这样换了之后 红方向三进五 红方向三进五 还得后手逃 就不好逃 黑方是 他逃到这 黑方是居三退 居六 居三退六 居三退六 但如果逃这人可能会摁一下 居三进一会摁一下 所以就退回去了 是的 那我们看这个交换之后 明眼的亲朋好看交换之后 我觉得还是红方满意了 黑方实际上的效率还是挺低的 对呀 是 那就是整个这黑方的开局 我觉得并不满意 对 并且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了 剩下的红方双居双炮太快了 对 怎么出得太快了 对 我们也看看红方接下来该怎么进攻 红方的顿挫走得非常好 他并没有急于走居二进七抓 居二进七抓 黑方可能马能跳出来 对 能跳出来 红方走了个居八退三 对 居八 真大线 为了过一会儿一抓 你要一跳我就居八平四顶你了 对 等于黑棋的右边和左边联系的不够好 对 是这样 这个时候呢 郭凤达走了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回来就 马二进四他也是希望赶紧出动大子吧 对 郑伟通 居二进七 开始发动总攻 居二进七 黑方呢是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居八平四 顶 这样自然会顶一下 马六退四 嗯 他就这么设计的 但是这么设计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还是不够满意 因为红方大子太快了 对 太快了 这居双炮 而且那边都交给人家 对 是这样 他接下来红方就是发动进攻了 居四进四 点向眼 这个棋 郑伟通这块下的挺 挺锋利的 挺锋利 并且都是官子命令式的招法 这个吃相呢 官子必须看 没有比较子看了 对 必须看了 接下来 如果红方不表达 黑方倒有马四进三 想对这个居 他想对居 他想换子 这个是得简化 不简化的话 这红的子太快了 是 但是红的没给他机会吧 红的没给他机会 红的直接就抛四进四过去了 抛四进四 你这时候不能对 马四进三就对了居 丢子 那个马丢了 这样只能足五进一了是吧 只能足五进一 跳马也不行 足五进一 也不太好 这样那边出问题了 这卡着像眼的巨太恐怖了 我觉得这块 这个时候就太厉害了 巨二平三 抛四平三 反正这像要出问题了 实战非常厉害 他解决了 他是走了一个抛四平三 他空走了 他如果走巨二平三 黑方是会不会马四进五 倒还能对居 有个巧招对居 他有个巧手 逼对 他对了还能解决 如果走这个 对他能走这个起 这是个巧步 这样没变化 你要居对了 只有对了 对了 正好炮平不了了 对对对 这样不行 这样所以人家走得细 人家炮四平三 看得很清楚 对 先平炮 下不去再走 这样拦不住 人家居二平三了 是的 他走炮酒精丝 这时候你怎么不能走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巨四退二了 就是憋死了 是的 这个时候黑方 没办法 炮酒精丝 没办法 打出来 打出来 打着中兵呢 打中兵将的 这时候郑卫通走得非常的老练 他是优势不忘防守 先走了不失四四进五 对 先补 对 是 把对方的先手先避开 对 黑方炮酒平五 炮酒平五打了 反正他早晚也要致死 这些亲密朋友们也要注意 人家要将军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先补 让他打完了变后手 你再去选择 是的 打完之后作为红方呢 很自然的 接下来又要这个动作了 三平三 这个比较恐怖 这没办法了 二四进五 对 接下来红方的意图 四进五要丢子了 套三进三 打向将军再平开 就绝杀了 就绝杀了 这个很凶啊 黑方马四进五 他最主要是子都被背在这边了 但是马四进五 人家去四推二了 人家不会跟你对拒解决的 是是是 也不现在打向 他倒希望红方打他向 对 他希望打向 打他向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看看 打向的话 黑方不是 对 其实朋友们遇到这种奇 千万不能兴奋 不能兴奋 那一你着急 啪打了 然后以为 现在吃着军的问题 是 你看看 以为比如说 如果我们退居的话 会发生什么的 退居它有个四五金六 这么巧的一手啊 看看 因为你的嘴都在向眼里 泡在向眼里 对啊 是 四五金六 这样可以跟你对居啊 这样吃势呢 吃势的话 那你居 他的大子偏偏出来了嘛 他的居就能移过来了 哦 他能侧应 反正能放手点了 是吧 对 而且这马 你也吃不着了 是吧 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块要慎重啊 淋沙勿急 对 退回来 那郑维彤一定是不会犯这错误的 对 是 郑维彤的特点啊 就是我认为他啊 就是很老练 就是在迎骑的时候 表现出啊 当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骑手了 当年我感觉他 在小将的时候 就表现出 在优势情况下 不急不躁 就很稳 其实我觉得他去年的成绩 应该可以跟王天一 拼命一下了 是的 抗衡一下了 其实听说郑维彤去上学了 是吧 对 郑维彤呢 现在也刚进入清华大学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 郑维彤在不停地 在学业之中 然后把自己的境界能提升 是 能再 向其上再用一点力 对对对 然后能在这个一流战线上 站得更远 对对 是 这步棋呢 他是走了G4推2 G4推2别 得子了 直接得子了好像 得子了 这马救不了了 是的 这个马救不了 黑方就跳了 黑方马四进二 好 红方泡三平五 这样吃了 这样呢 吃一个大子了 这样他也只不坏了 吃掉 来 去四平五 这样 足也足也救不了了 对对 你要是这么堪的话呢 这样堪底下吃掉 他底下就吃掉了 就是啊 没办法了 所以他提 马尔进四 这个G5推一 G5推一 吃了 马四进 G5推一 马四进二 这样的棋友们 其实这个棋啊 已经进入到 红方多个子 但是红方应该怎么样 稳健地赢下来 另外黑方来说 怎么样 创造机会 还能合起呢 其实关键 我认为啊 就是黑方马 想把红方的炮给换掉 如果炮换掉的话 那么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合 如果再把那个组 给对掉 这个组如果再 这样对头的话 那么有机会合起 OK 所以这个棋现在处于一个 后中局的 就马上就要转换 对吧 中局往后的一个局面了 然后双方怎么能 走得严谨 你才能赢棋 要是不严谨了 可能就 这个棋就滑过去了 对吧 这也是亲朋 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不能太乐观 那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回来看 这个红旗怎么 慢慢慢慢 走向胜利的 是的 亲民朋友们 我们来接下来看 郑维同如何 在多子的情况下 很顺利地 把这局去胜下来 对 我们刚才说了 现在呢 黑方肯定是 想换红方的炮 跳一枪换炮 那么如果动炮 肯定不合适 炮九平八的话 他局三进七 对 这这么一顶 这很正常的顶 但人家一捉就很尴尬 对 是的 所以郑维同这步起 也走得挺好 我局五平四 看上去不是先手 但是如果你踩 我一出将就被先手了 你踩我就出将 吃着势能 这样你就来不及换炮 对 所以高手都是 抢先一步占领位置 是的 那郭峰大一看 这换不了 那他走了局三 进二 他走局三进二 他先普兵是吧 这是要普兵 战线 这时候郑维同 帅五平四 他四四进五 帅五平四四四进五 然后走局三平二 把这个局再捞出来 对 亲朋友们要注意 这局的位置不好 直接影响到 你后面的发挥 所以 换好的则赶快 慢慢慢慢 有机会就往外绕 对 不能老在那掐着 他只有绕到这个道 规划这个一路嘛 才能扩下 对 他护马 然后还通路 还能回 是的 这都是战线的手段 对 在局三平二之后呢 黑方局一平四 黑方也把局出来 赶快出 红方走得也比较老练 局二退三 所以现在的兵足也重要 对 这个棋只要被红方 再吃的一个兵 那么它就非常简单了 蒋大师我问个问题 要是这个组 红方两个组都没了 都对掉了 这个端多一则 好赢吗 我说的是没组了 就红方双军马炮 对 黑方双军马 那就看你这个 这个马炮 会不会被他那个马给换掉 如果再换掉 那基本上就合了 那好换吗 具体看位置 看位置 看位置 对 我们来接着看 居四进四 居四进四点 居四进四 先护马 先护马 其实要是不少子 我觉得走得也挺好的 该走的都走出来了 是的 郭鸿达这番棋 就是前半盘 亏得太大 那个换子的地方 换得不好 七四进四 对 居二平八 先瞪住它 瞪住它 对 这个也是好棋 先别住 让它难受 对 并且接下来 它会有居八进五 打僵的棋 对 立功立手 反正在那边没用了 而且还疼马一进二将来 对 是这样 黑方走 黑方只能向五推三 先回房 胡方也退了 红方 这个时候也退向 退向 它准备炮八平五 炮九平五摆到中间了 对 给炮同路 对 这个是通路 黑方飞向了 黑方飞向 飞向 这样它不炮八平五滑过去了吧 如果炮九平五的话 黑方可能居三平五 居三平五顶住了 红方先走了个顿挫 炮九平二 炮九平二 所以这个多子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踢足球 我理解就像踢足球 那边反应几个人 多一个人 一顶一的顶不住进了 对 是这样 就这感觉你知道吗 你要不理它 它炮二进一打你了 你都很痛 只有过去扛住 过去扛住 居三平八 这样再晃 这样它还有个马一进二的线手 马一进二了 马就跳出来了 这样很痛苦 不够使了 人不够使了 队员不够使了 居八平五 确实是这样 对 它是走了居八平四 居八平四 居八平四 接下来它还是想居四平七吃兵 这个时候郑伟同 也走到老链 它是走了一个马二推四 非常老链 非常老链的招反 它并没有走炮二进一 炮二进一 黑方可能还有 混水摸鱼的机会 还有对居 是吧 可能对居 对 它可能会对居 然后又吃 对紫 对完紫这个兵 一会儿万一碰不着 最主要这个兵 你肯定是吃不着人家 对 就这么一个兵 万一万一的不好 是 并且它有可能 它对这个居 你要吃马的话 它吃过来 对啊 这块还居八进一 就是啊 居八进一 把你吊住 是 所以这块要看得细一点 对 看得细一点 情况要细一点 郑伟同走了马二退四 马二退四 别住 马二退四 接下来还是要下底将军 下底将军 那他是走居四平八 就回来了 对 这样的郑伟同通过 刚才马一进二 马二退四 调整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非常进攻 能参与到中间的进攻了 一会儿 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上去了 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接下来他泡好屏屋 摆中间 准备发动总攻了 黑方降五屏四 必须出降 不出降就被闪了 对 这个时候 这种棋啊 亲民朋友们注意啊 这子儿呢 慢慢一定要往核心的地方运 越好了再发动 你要是先棋子儿没到位的时候 一发动就过了 对 有可能就被人又顶回来了 你还是重新再来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 业余起手下街就比较着急 对 没准备好就往前冲的时候 特别多 我看 对 如果孤军深入的话 有可能还会迎棋走输了 对的 对 然后现在走了泡五屏八 泡五屏八 非常老练的一手 把他这个马位给顶住 同时呢 屏八还有个意思 你要下底 我可以向七屏五了 所以我觉得这块 仲军通走的 也算是挺稳的 稳的不能再稳了 稳的不能再稳了 因为他赢定了嘛 所以就是这样 千万别走错了 对对 引起不闹事 对 这样黑方呢 还是走居四屏五 我们刚才说了 叶住 他想下底嘛 下底你现在可以飞 所以他先走居四屏五 过一会儿他就下底了 对 这样郑伟通向七屏五 先飞了 走得挺稳 挺稳 他这时候呢 他一看下底 是没什么用 他就走这个了 八屏三 吃兵 八屏三想吃兵 吃兵 郑伟通 马四屏五 去八屏七 这个虽然呢 黑方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这个兵又吃到了一个 但是呢 马上去了 马上去了 这个是关键 马上去了 他就能阻杀了 如果你不马上 能对到子儿 这个棋可能就够呛了 是的 马五退七了 马五退七 这是导等的好位 不是非得往前就厉害 对 向肩马 这样呢 他走居五平四 居五平四 别沾雷道 沾雷道 他还是想通过这八王军 对着子儿吧 对其实他现在也可以直接对 但是其实对了他感觉 也合不到 也合不到 所以居五平四 这还有一个小东西 虹方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王六条 黑方 足九进一 这个他是希望站在这个道呢 反正你平炮将将不了 马在这儿了 是吧 黑方已经把自己的位置走到了最好 最好的 就是这个足球场上那十个人 已经站到最佳了 最佳的位置 但是还是很难受 对对 还是不够实 是 郑伟童现在就人多力量大 我对你一个鞠 对 对你一个鞠 他吃掉 吃掉 马八退六 马八退六 鞠七平四 这样对子之后的区别就在于 马是已经到位了 他说是对的 对 不是说刚开始马没到位 他对了可能就费劲了 对对对 红方马到 马六进八 六进八要回去了 这样等于已经被吊住了 而且黑方的这子儿还被关住了 对 这个马还不太好动 是的 将来只能自己别着自己走 对对对对 是 马六进八 这样的 对 黑方是走了降四平五 我们看这个棋啊 黑方没什么棋下了 对 不能停 你也不能去自己堵住 你堵住自己就破八平六了 对 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子了 那你的鞠也不能动马 鞠也不能离开内道 对对吧 你鞠足了白痴 对白痴了 还白痴了 对对 现在进降 所以他进降 但是实际上 这时候我觉得已经 应该是心情已经不对了 对 离不开内道了 你离不开内道 根本就不敢杀兵了 对对对 没必要了 我就啰嗦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个奇规 他是又走了马三推二 又走了一下 这样 红方又回来了 这个是咸 黑方 红方两个其实都是咸 都是咸 我们看黑方 马二斤三是抓 你泡九平六 马三推二也是抓 这是抓 因为吃事了 拐吃事了 我换了之后 我吃个事 两打对两咸 对 所以这样的 黑方必须得变招 所以黑方走到这的时候 居四平三了吧 对 黑方在这的时候 居四平三了 还挺惨的 对 还挺变招 是 变招之后呢 虎啊 对红方来说 现在就是说 要顺利地走到马八进七将军就行 飞向 但是现在飞向呢 他可能会有居三平六 把他炮给拽住得起 高向 但是高向挡居是常用的 对对 所以这么一头呢 先走了个居八平四 更严谨一下 对 不能挡住居 是 接下来他就要向五进七了 对 那你退回去呢 他退居 居三退三 不能被盖住 但是 红旗 他居三退三 抓马了 居三退三 抓马 红方 马八退七 这个很有耐心啊 这期迎齐了 需要有点耐心 对对 黑方呢 居三进一顶住马 有的时候你稍微走几步 不往前 对手就直接就崩溃了 对对 是 炮六平七 一打 居三平四 居三平四 这样再走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这个时候黑方是不能走居四平三了 对 居四平三就向五进七 一飞了 对 打居就挂 就卧上槽了 卧上槽 这个就赢了 对 这个相信亲戚方们已经看出来了 是 所以在马六 马七进八的时候 黑方走的是退居了 对 他退居了 居四退三了 退三 这样红方还是向五进七 对 这招拦不住了 这招走上 虽然你这招不是僵 但是把居吸死了也不行 对对 你看这马也废了 对 我们就说这马 如果是 比如这马在回去防守的情况下 这红旗一会晃晃晃晃晃 也给它晃开了 对 是吧 这多子就是这样 它容易晃 它一拉扯你 这阵型就碎了 是的 人多嘛 就是这样 然后黑的 黑的向三进一 向三进一 这没得走的应该是说 对 是吧 跳马了 这样呢 它走了个炮七平二 又去晃了 对 因为它这个八路马 把你居已经牵住了 掉住了 对 所以它就走炮七平二 这把你阵型就给晃散了 就跟那扯似的 扯这边松一点 那边松一点 这阵型就碎了 是 这个功夫 亲朋友们应该在优势 扩大优势的时候 多学习 对对 它这也不能走去四进二 四进二马八进七 将踩相了 对 这样黑方不好守了 并且接下来呢 红方啊 有居四进四 点下去 要叫杀的手段 闷死了 得紫 没法救了 对 这样呢 逼着黑方啊 得回向 你看 先守住 动一个起 挂浆了吧 挂不了 那他这样 他炮平三 让他飞向之后 先点居四进四了 对 接下来还是要炮三平二 这个思路 你说小郑会不会那个 走到这的时候 已经想 我就那个 对 看错了 就当看错了 咱来回再走一遍 对对对 这当看错也可以呢 这个作为郭凤达是挺痛苦 相当于对方想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只能是听着对方的使唤 当然接下来要炮三平二 他只能足七进一 再过 再过 那么炮三平二 炮三平二 他足七平八 挡住 把他先足平开 黑方是必须挡 对 必须挡 不能让下去 对对 但红方的意思 把你足先逼远了之后 吸到外面去 我再走居四退三 做足 再走 没办法 快点走吧 就这样了 红方 居四退二 还是不动 把你的大指线这个位置困住 对 我们看到好多企业 都是那个黑方在顽强 或者是对手在顽强 就是因为是联赛 对 因为是团体赛 是的 在这个时候呢 郭凤达走了个向一退三 向一退三 回向了 回向 红方呢 就像你说的冰九进一了 现在开始戏 对 这个棋啊 其中双方在下棋的时候 我看的直播的时候 双方下棋的时候 会来回来去的 会有不停的那个反复 比如说这块走了好多步 那块走了好多步 去争取时间吧 对 因为我们的实现是二十加五秒的 每走一步棋可以加五秒 那就走十步就加五十秒呗 是是是 这样呢凑够时间之后 红方应该看得更细致 对对 是这样 这样呢走到此啊 黑方还是很痛苦 你看没有一个棋可动 他呢走还是走拘四进二了 拘四进二 这个红方马拔进七 马拔进七 黑方拘四退二 红方走了一个炮二平七 炮二平七又开上了 开上了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对 我其实觉得这块略微走得 有一点那个 啰嗦是吗 繁琐 但也很正常 他就是 反正优势没见小 就这样兵连上 连上也没用 是的 是吧 对 最后吧 我们看最后吧 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 出将了 红方拘四进三 吃足去了 吃足还有马七退六 马七退六 两个意思 然后呢 向五进三 向五进三飞向 吃马呢 马七退六 准备戏剧 准备戏剧 那呢 这样的话 黑方就 阵性破绽百出了 只能鞠四平二 它是 炮七进三 打相 这一打相就击溃了 吃东西了 肯定不行了 对呀 马三退四 炮七平六 他炮七平六 降四平五 降四平五 这样呢 炮六平一 这样应该 已经 七进不太行了 对 那我们看看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他打一将 最精彩的一招 最精彩 最后入局的一招 入局的一招 马六进五 马踩中士 你要降五进一 我就拘四进二 拘丢了 拘二平五呢 拘四进三 也是决杀 所以最终呢 我们的小将 还是没有顶过 郑维彤的一个进攻 对 郑维彤还是为四川 对这场的胜利 做出了一个努力 是吧 其实这盘棋啊 我感觉在中后盘啊 郭鹏达表现得 非常出色了 这个也是个祈礼吧 希望旗友们 也能通过这盘棋 得到一些借鉴 郑维彤为四川队 立了一功 对 郑维彤好像后面的表现 不是特别出色 这个因为今年的向甲 是一盘棋 在一起下 所以大家压力都挺大 所以我们期待 他后面的表现 更加精彩 带给我们更好的棋局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棋局讲解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